Lio聊世纪天天的贵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来看玛丽人对上日本人 这场比赛是军阀山的比赛 这场比赛也是MBL对上西托 MBL这一场是在出生点位8点钟红色的玛丽人 玛丽人他的挖筋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的昏迷的装筋的最大尺也会多一点点 他的挖的时间也可以再更长一点 所以以前我们频道会讲到这个玛丽的生成金矿 就是在讲这个特殊能力 那玛丽人的后期主要是有这个飘悍精神 但他的肉马骑士若琐伤害都非常高 那前期的部分可以打各种黄金兵 工兵开局或是骑士开局 或是僧侣开飞刀开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大约出生点位 两点钟方向的日本蓝色 这边是西托选择的文明 那日本人最大的特色是捕鱼的效率非常快速 这里的湖这个箭鱼群 还有这个鲑鱼群都可以吃撒西米 吃到爽 但是前期是要把这个湖抢下来 所以前期开局一样都是五个人伐木 然后赶快去开下码头 就会赶快开始捞鱼 然后去铲出第一艘渔船 就可以获得更大的这个经济加成 那这边捕鱼再补充个小细节 最近西地国2有非常多的新人加入 所以有一些比较新手的教学 我们频道也会多多讲解 方便大家入坑这个游戏 那开局的方式呢 这个渔船出来之后一定要捕这个大鱼 鲑鱼这个都是大鱼 这个方格比较大的 那这个像这就是小鱼 小鱼的速度会捕的比较慢 大的会稍微快一些些 甚至跟这个打猎是差不多的速度的 可能比打猎 可能打猎还是比较快 我觉得捕鱼 不对 日本人捕鱼的话速度就很快 没事没事 那日本人呢 捕鱼速度之快的关系 所以前期要尽可能的打下海战 那NBL这边前期捕鱼也是有点优势的 因为他这个木材消耗减免也是非常多的 这也是玛丽人的特殊能力 NBL这边细节我做好 把这个木墙给敲好 好那前期呢 这边玛丽人有点卡人口 房子要赶快补 好这边直接先升10代 这就不卡人口了 那日本人这边有补房子 人口来到了22人口 好右边补了一个房子 那应该是有意识到 西托右边是有个码头在的 那这边早点上封建时代也有好处 待会火战船可以优先出来 对方升时代还没升好 渔船可能就被先烧掉了一两台 好这边看到了 好看到木墙了 这里马上补了一个码头 那日本人的后期呢 主要还是打步兵路线 或是强弩马攻路线 因为日本人的攻击速度 步兵攻击速度之快 马攻的部分有流敌马 打步攻兵呢 有外增上的效果 强弩的部分也是蛮常出现的 那主要还是要比较担心 日本的步兵打法 可以有效处理马力人的骑兵单位 好那马力人 这边是加里普的八个人 伐木 四个人挖金 一个正常的 烧船战术 这里没意外的话 也是出火战船 好日本人这边升级稍微慢了一点 那其实这边就可以打一个时间差 就是如果MBL 这边是要打海的话 那西托这边可以选择放弃捕鱼 然后转往打陆战 或者是直接在左边 开一下新的码头 那西托来说 应该不会就直接放弃了 还是会出一艘战船 稍微挡一下 正常的职业选手 还是会先出个战船 抵抗一下 那如果升时代升得太慢的话 可能就会完全放弃了 好 当然这边还是出了战船 好 那如果右边有已经 溅入烈士的状态 那可以考虑往左边 开新的码头 这边拉了一只 村民过去是要盖码头吗 那是MBL 一直在这边巡逻 这边也知道 对手在想什么 还是这边 已经转往攻击陆战了 陆战过来 三只兵 日本的步兵 到封建时代 攻速加成33% 这边棒棒就有了 但是这边并不是要打棒棒 而是要打攻兵开 好 战船出来 先烧一下 这里战船出来 炸了一下 结果渔船好像没有被炸掉 第二艘自爆阀又来了 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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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这右边 但是可能要被烧掉 好不管了 炸这里 先换掉 赶快去烧渔船 右边的渔船 大难临头咯 好这个渔舌可能有点危险 这里要再补烧火战船 右边想要补码头村民 真的被MBL给抓到了 因为日本人在这张地图来说 绝对不能放弃渔舌 一放弃渔舌基本上就是宣判自己要GG私密打 直接只能选择投降 然后这边直接拉村民来打架就行了 这里棒棒跟肉马其实是很害怕村民直接手撕的 这里拿拳套开打 残血拉回家就好 细节处理一下 这里再补个房子 不要让他出去 结果MBL这里手术来不及 让肉马溜了出去 这里直接贬死一只 第二只棒棒可能也是大难临头 这里只要拉一只村民去打就好了 接下来村民就直接去伐木 这里战船的部分继续对打 后面一只村民赶快过来修理 结果没有马上敲下去 结果战船还是被烧掉了 三艘渔船没有办法活下来 但是这里还是偷偷溜了出去 把这个码头给盖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溜出去的呢 居然刺头没有看到 好那前期的交战 马力人还是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经济优势 渔船爽吃 所以现在经济上来说 是稍微稍微好了一点点 但是刚刚被烧好的关系 现在日本的经济还是领先 毕竟前期的捕鱼之力实在太强 但是再过个一两分钟 马力人的经济有可能就会反超日本 好日本现在失去了渔池 经济有点劣势 补了一个魔防 那日本人的采矿地跟伐木场 跟魔防都是半价的 所以可以多利用这个经济优势 去补下农田 省下来的木头就可以补农田 好日本人点下来一击一射 下方的工兵开始捞 MBL好像有侦查到 先补个毛兵 这里虽然也可以补工兵 但是工兵现在成型数量 应该很难打赢对手 除非要补下第二个射箭场 才会比较稳定数量 好但这边还是补工兵 毕竟马力人的挖金速度快 不补工兵有点可惜 现在金好像也稳定下来了 这个火弹船没有空 两艘火弹船出来 三打二 回头打一下 后面有一只肉马 骚扰当中 工兵到了右边 击杀掉了一只村民 MBL这里有点危险 要撤要撤要撤 哇要再死一村 躲掉 好后面再补个床子 稍微拉扯一下 好上方的码头补下两个 但是这边战船 已经蓄势待发 好这边拿下鱼池之后 赶快补下鱼船 吃一下鱼 OK那MBL现在经济果然反超日本 日本经济已经开始落后了 但是第二头工兵也出发了 这里工兵是想去偷射渔船吗 还是先抓掉这只在捞鱼的村民呢 这边捞鱼的村民是不是感觉到了杀气 左边这里的工兵补剑 村民先赶快绕干一波 MBL 还是难逃一死 完了这工兵是追得到的 工兵的移动速度比村民还要快 0.96跟0.8 OK那这里看到日本人 这边是继续用战船 想要把这个鱼池给夺下来 好但这边放弃了该怎么办呢 这边只能暂时气扰 然后赶快全力往左边打 那这边陆战的部分 要赶快想办法反击一下 MBL这边失误 直接倒下两只工兵 最后还是转出了毛兵 因为这里不转毛兵的话 工兵是很难解决掉的 但是有双射箭厂 有双射箭厂就可以转工兵 那现在家里的部分肉还是有点缺 果子这边赶快吃一下 要来生时代了 那日本人这边现在有军事上的优势 看要不要转个码就 待会生城堡时代按些肉码 反击一下这边的毛兵 好海战的部分 最后有日本人拿下左边的鱼池的胜利 毕竟左边只有一个码头 好这里就可以开始捕鱼船了 日本人这边经济稍微买卖一下 就可以点下城堡时代升级 升级升级 升级 好再买一下肉 对这里要赶快买卖 西偷这里稍微delay了一下 不然刚刚还可以再升级再更快一点 好那西偷这边工兵再过来绕了一波 抓到MBL重要的资源黄金地 木头的村民可能也要大难领头 完蛋完蛋 这三只村民可能难逃 忘记以为了 这里再为一个房子 牺牲这一只村民就好了 结果两只村民都牺牲掉三只群 突兀了 MBL村民输 36打40 太惨烈了 MBL这一波本来是大优 现在变大猎 日本的经济开始反超了 日本在这张地图就是这样子 有鱼池就可以反超 而且这边又抓到MBL村民 这个时候MBL可以继续打工兵 我觉得打工兵有个好处 自己的挖金效率比对方快 资源上可以省一些 当然也是可以打骑兵路线的 但骑兵路线资源量也是要稳定 通常鱼池有拿下一方的话 就可以考虑去转骑兵路线 那这里要再继续补鱼船才比较好 好就再补了两艘 好那如果补鱼船的话 大会有可能会看到骑士配工兵 全黄金兵种的一个搭配进攻 这里要补马就吗 要补个马就呢 还是要钳制工程器制造所呢 但是现在正面还没有确定 好日本人这边升级上去领先 现在是领先状态 千万不能跟对方开打 至少要先等二级射好才可以打正面 结果现在日本人这边想要先行往前 那MBL这边也可以往前前置哦 大家要穿米了吗 没有啦 往前 MBL急需想要开战 不想要让对方先升到奴兵 但奴兵升级已经升好了 好射程打击 换击一下 好骑士出来 直接一砍 结果是先让西脱铲出了骑士 但骑士在这个阶段里有点难受 没有马凯直接被秒杀 好工程器制造所补下了一个新的 在正门口 好中间补了一个工程器制造所 还是要稍微前置 但没有到人家脸上 放在中间给点尊重 待会还可以补个城镇中心 吃点果子 好现在渔船来到了五艘 家里的部分经济状况 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目前分数还是落后于 这个西脱的 不是分数 经济的部分是落后于西脱 西脱还是领先600的肉 600的资源 好那目前战局 看起来MBL是暂时有工兵 可以有这个集中性战 但只要把这边工兵数量打倒 稍微再少一点点 骑士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好这边有看到工兵往后绕 抽屏先往后拉 投资车不来回救 正面部分骑士往前 工兵再来往前补 好直接收掉这只骑士 三只毛兵死去 好直接补了一个TC 投资车按了一台 补了一个弹道学 弹道学下得很早 那进攻那一方有弹道学是比较好的 因为对方村民可能会拉走或移动 那有弹道学的话设的比较准 就可以更能击杀对方村民 好这边高打地优势交换 差一点换掉 高打地 弓箭手直接点掉 现在输量劣势赶快往后拉 回头比较没有那么优势 这里回头有点亏 骑士过来 直接被弓箭手给点掉 好收村有TC就安全 好收掉这只骑士 后方的工兵骚扰 但是早就人去楼空了 没有任何的村民在上方伐木 都往回下面这个地方了 这时候MBL已经觉得 诶那他村民是往左边走啊 刚刚看下面没有村民 他就其实只是上下这样跑而已啊 OK这边弹道学也补下了 现在设的非常准啊 现在日本人打不赢 有弹道学的工兵 自己没有弹道学很难受 家里归错一下 对方双TC开农了 西托这边经济可能会被反超 但是补鱼之力 还是补正了非常多的经济 好投资车砸了一发 换掉了两只工兵 好自己也补了弹道学 那这里能不能走马工呢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走马工路线的 那这边可能要先投资一下品种 再走马工可能会更好 毕竟玛丽人的步工兵 遇到自己的流滴码 有增伤效果 自己对步工兵有增伤效果 所以流滴码这个东西是能打的 而且现在经济配置也很适合 木头跟黄金非常多 那西托这边并没有选择转兵 而是继续走了工兵路线 好这边MBL想要尝试把这个码头给拿下来 最后三个大鱼肉 盖了一个箭塔 让对手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捕鱼 好自己也补下了一个码头 想要断绝日本这边的捕鱼优势 好中间这个修道院 盖了一只生驴 大会可以捡一下圣物 好西托这里是继续选择 出工兵 开TC 要是这边TC还被抓到 西托可能要打GG喔 完了 完了 找个最近 两只 三只 四只 五只 六只 六只全死 前方 这边专心打托石车的关系 好 但这边也换了一只 但这一坨工兵再走进去 家里精气又要再拉扯 前后收村 经济会有点扎裂 那MBL甚至这边可以直接走进去也没关系喔 毕竟这里是 哇 不行了不行了 这个要打GG了 MBL要秒杀西托了 村民死伤有点惨烈 这边的工兵还在跟这些投资车互打 生女直接着想一波 骑士至低 但这边村民已经死了非常多只 只剩下三四五车 西村已经大意了 好 这边直接做个包夹 工兵继续往前 继续射村民 哇 还在射 还在射 六十二打三十五分数领先 五百多分 这个是我就投了 这个 投死车 哇 这个投死车还没有打到最关键的一发 但还好后面的工兵已经堆叠起来 好 左边再来巡逻一下 诶 城市中心还没有盖起来 西托 上亿人在这里收村 没有工作 资源 直接被返超 正面投死车砸一发 砸到了一发大碗的 击杀掉了非常多的工兵 后面投死车 还在继续进攻当中 但是这个TC还是屹立不咬 甚至血量是满的 好 这里码头盖好 盖了一艘火战船 清理一下海上的经济 日本人现在甚至没有肉 可以去点 村民 这个投死车难道要开始反打了吗 断村断道爽 没有渔船之后 日本人就只能种田 种田他就没有任何的经济的加成优势了 好 好 日本这边打算想用军事反打一波 后方这坨工兵想要去BD 结果MBL家里后方 呃 你 不要 MBL 是 是油军快停火 好像有看到 赶快停火了 好 MBL 这边自杀两只村民 但是村民数领先还是非常巨大 村民领先一倍 希脱还没有放弃 这场可是终局之战吗 好像不是 但他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啊 有机会 但不多 希脱这把 应该是妥妥的 要被带走 TC 盖了七七四十九天 还没有盖好 好 一个大型箭塔 这边直接变成箭塔阵 让你拿不到高地 只要能占据这张地图的高地 胜率就可以提高到87% 不能再多 剩下13% 就只能靠奇迹跟操作了 投石车 四台 继续往前 工兵在后方 投石车 往前拉了吗 想要去追 但是这里没有围 但是围了后方 工兵这边想要继续偷 第一打高 但是直接射掉后方的工兵 这里村民只能收村 NBL的村民数 80打34 现在资源非常的领先 后方的村民继续农 所以说下方开了一个新的城中心 3TC这种盖好了 现在3TC盖好也没有办法不断村 现在断村断的很严重 工兵直接走进去 撞TC全部送光 左边的分队送光了 正面的部队也只剩下3只工兵 好 现在野外的打野部队 基本上是凉透了 正面部队投石车还非常多 好 投石车出来 最后的波纹 NBL会看到右侧过来的投石车吗 偷点一下 走掉 反应非常快速 预判一下 没有打到 好 往前打 往后打最远的 好 躲掉 但投石车直接砸死了 山村 再换一下 投石车换不已 我要预判死了 好 结果还不是互换 心态砸裂 偷了吧 直接拿村民去扁投石车 往后拍一下 直接被射死 投石车三台还是保存的很好 三只工兵 在后面绕NBL的工兵来了 继续拦截 终于打出了军局 我们恭喜NBL拿下比赛的胜利 哇 NBL这边的战术逻辑打得非常好 虽然西脱这边的战术也执行得不错 右边的鱼石被抢 来左边来继续打 但是正面的经济直接被弄爆 NBL率先登上中间的果子区 好 占领了这个地区 稳稳的 拖拿下了这个比赛的胜利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 NBL 资源 紫苏勒 木头 其他都是全影的 直线起飞啊 哇 这个就像股票一样啊 大爆展 好啦 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帮助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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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